特别差,对吧,差不多他挣多少钱,你就挣多少钱,是吧,如果我们想提升我们的财富,你得换朋友,得让你身边的人发现不一样了,那今天呢,我们和我们够够得在一起,是不是就能平均一下,对吧,因为人家这是500强的法国副总裁啊,是不是咱一平均,哎呀,这个财富就增加了,是不是,另外呢,我们除了金钱的平均呢,另外咱们在今天呢,是我们现在还有特别多年轻的伙伴,对吧, 你再平均一下他的健康,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好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就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为什么这个精神状态不一样,是不是,那开始之前呢,我先和大家去讲个故事,好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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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个故事,就说,在古代呢,这个有一个秀 large,特别喜欢做诗,没事就做诗,有一天呢,他要去,要去那个,就是他就有好朋友那儿,要去,两个人要去做诗,要过一条河,河呢,特别宽,需要做船,然后呢,他就坐上这个船呢,就,是不是有船夫啊,他就和船夫去聊天,就是风景太好了,就太想 他说,船夫呀,船夫,你懂不懂唐诗呀? 船夫说,不懂啊,我就会划船,懂什么唐诗呀? 这不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吗? 他说,太遗憾,唐诗你都不懂,你的人生已经失去四分之一了。 然后呢,他说,我这四分之一就没了,算了,继续划船,划划划, 他忍不住啊,说那你懂不懂,宋慈啊? 说宋慈我也不懂,太遗憾了,你的人生已经失去四分之二了, 这一半也就没了,然后呢,继续他就划呀,他说, 那船夫,你这些都不懂,你懂不懂圆曲呀? 他说,圆曲我也不会呀,他说,完了,你的人生四分之三都没了。 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叫做天有不测风云,是不是? 这个天呢,就开始怎么呢,就挂起了一共大风, 那个浪就起来了,这个船呢,眼看就要翻了, 船夫赶快问秀才,秀才秀才,你会不会游泳啊? 他说,我不会游泳啊,哎呀,你的人生即将失去四分之四了。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多的知识, 但是如果我们不懂的保养身体这个健康,你的一切都会去失去。 对吧,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平衡,对不对? 那我觉得大家今天都特别的棒,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 共同去学习一些关于健康的知识,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去平和。 前几天呢,那个大孙姐的一个朋友,是一个老校长, 杨校长,78岁了,他从仓平来这儿,为了取两个医生君。 他说,不行,我在断了,你必须给,想办法让大孙姐, 想办法你必须给我找到。 刚刚呢,取两个医生君,然后呢,他就很激动的和我分享。 然后呢,他也进行那个周老师,周老师的身体的变化。 然后呢,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说,健康就是一,后边全是零,对吧? 健康没了,啥都没有了。 然后他就和我分享他的理财的观念。 他说,我们现在,你说我们两个人能吃多少饭? 吃不了多少钱,吃不了多少饭,那我们现在去干嘛? 就保养自己的身体。你保养一天,国家就给你一天钱。 你没了,你不给你钱了,对吧? 你为什么不保养自己呢? 你看你这个观念特别棒。 他们两个人,反正一个月也是一万多的收入。 他说,我们,对吧,就没有什么开销了。 他说,你看我们家那个糖吃盆,那个洗脸盆。 他说,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现在还留着。 就是说明非常的,非常什么呢?就是节省嘛,对吧? 但是呢,健康上面的钱,你不能省。 人,前面遗倒的,啥都没有。 是不是这样? 他有活明白的,对吧? 就活得非常的通透。 这句话霍叔叔也说过。 霍叔叔说,哎呀,这,你好好保养自己。 国家就多给你发一天钱呢,是不是?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会去保养自己。 但是我们保养自己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保养。 对吧?我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 短多时候,比如说这个,这个周老师。 然后呢,那个杨校长跟我们分享说,周老师呢,也自己在家欧中药。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学习中医知识。 学了十几年了自己,也非常优秀。 然后他说,然后他说,中午你分享的。 你一说他就懂了,啊,对,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因为怎么呢?因为,因为他也学习过,对吧? 然后呢,学习完以后呢,我帮他给连串起来了。 我说,啊,是这么回事。 自己平时在家也去用很多的中药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但是他始终有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变啊,不成形。变不成形。 他不成形到什么程度呢? 那天我还上门拍了一段,我说,杨校长,你再说一变,我再录一段。 然后呢,我们还一二三开始。 然后呢,杨校长说,说起这个产品呀。 说不了解,我稍微还了解一点。 然后就给我们讲。 说他,这个周老师用完什么表现呢? 他之前啊,就是那个,他说这个变啊,不成形。 不成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就是像水一样。 他说,就像那个蛋花汤,你加那个蛋花汤一样。 就像水一样。水一样。 然后呢,下边特别寒。 上面呢,就是脑袋特别脏,脏着疼。 然后呢,眼睛呢,眼睛呢,就是,就是那个,特别,就是,特别脏。 然后呢,眼睛也特别的不舒服。 就是,也是脏着特别疼。 上面是这样一个表现。 然后呢,下面是那个,下面呢,是这种特别寒。 这样,这样的情况。 也用了很多药,也去看了很多医生。 但始终没有去调整好。 后来呢,为什么从仓品来? 对吧,七月八月从仓品来。 就是为了两个医生菌。 因为公司断货了嘛。 断货了,网上买不到。 他说,这一订购,还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到。 知道哪行,刚起效,不能停啊。 为啥呢? 因为他吃了一个星期以后,那个便成型了。 周老师说,快,你来看,你看,你来看。 然后那个,牙照的工作。 哎呀,那个形状啊,那个什么。 我说的跟宝贝似的啊。 那个形状,哎呀,真好啊。 就是这种,获得健康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感受,对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其实人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平和。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什么呢? 平衡养生。 就是人一定要平衡。 你平衡的就会健康。 不平衡就要出现问题了。 对吧? 我们如何去平衡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 然后在昨天还是前天呢? 有一个伙伴也非常高兴的跟我分享他的两个体检报告。 2020年和这个, 2021年,差不多一年吧。 2021年和今年的两个体检报告。 体检报告呢? 就是他以前呢,是有这个乳腺真真。 然后呢,乳腺真真就好了。 就没有了。 他一看着还说,哎呀,我是没有检查这一项啊。 好像是忘了,没有检查这一项。 后来再仔细一看,哎,检查了。 但是呢,之前呢,去年的那个体检报告上面是有乳腺真真真。 今年呢,就没有了。 你知道他吃了啥? 青色早餐。 想知道啥是青色早餐吗? 小。 一会慢慢到来啊。 所以呢,今天呢,应该说,一会我要换个圈。 基本你所有的问题全在那个圈里呢。 哇! 之前那个,蜗牛大哥的那个,带来那个朋友叫叫? 燕子姐吧? 对,燕子姐。 有一会我讲的那个圈,燕子姐。 然后呢,结束一会说,本来我想坐在这儿, 大概听个五分钟,给蜗牛一个面子, 然后我就要撤了。 我就要走了,我还有好多时候要忙的。 结果你换个圈,我就把那个圈里面了。 我发现你说的每个我都在那个圈里呢。 然后我就不能走了,我必须得听完。 听完第二天又来,然后呢,我就被你个圈中了。 就被那个圈,给圈里面了。 今天大家一会看看能不能把你圈里面。 几乎我们所有身体的问题全在这个圈里面。 所以我们健康呢,其实我们来追求什么呢? 平衡养生,我们追求三个平衡。 哪三个平衡呢?就是我们这个心的平衡。 就是心态要平衡。 如果一个人心态不平衡,如果我们总是生气, 就是气乃百病之源。 如果你生气,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你看好多人是不是说, 你问他那个身体之前,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 他就会说,哎呀,当时呀,家里出点事。 上了一股火,憋了一口气。 然后后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多人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他说,当初啊,上了一股火,憋了一口气。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对什么呢?心态的问题。 心态一定要去平衡。 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平衡, 它会影响我们整个气的运转。 我们有没有听说,就比如说乳腺真身, 甲状腺的问题。 这几乎都是气出来的。 都是气出来的。 就是,你发现一般有乳腺真身和甲状腺的问题呢, 都是,就是,他的气是不通的。 这样的人呢,也相对比较容易去发火。 因为他都憋在上面了,气都憋在上面了。 而气质呢,就会形成什么呢? 气质就会血淤。 就是气一停下来,血就会走。 气质血淤,然后呢,你接下来就会产生, 什么结结啦? 是不是有各种说结结? 对吧? 刚才讲的囊肿,结结囊肿,吸肉等等等等这些。 就是因为生气,对吧? 生气来的。 气一停在那儿,血就,因为气乃什么呢? 气乃血之帅。 就像你一个部队当中,是不是有元帅? 他,他,他,元帅,他说去哪儿? 你就去哪儿? 你说往那边打,就往那边打。 他说往那边打,就是往那边打。 气就是血的元帅,气乃血之帅。 去,气往哪儿走? 血就会跟着往哪儿走。 气停下来,血就跟着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就气质血淤, 然后就会,你再就开始又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不通了,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也不通了。 而当它不通以后, 当它不通以后呢, 长期的这个地方慢慢就会产生炎症。 炎症再不好就会产生结结。 囊肿,吸肉。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囊肿,吸肉,结结,肿瘤, 我应该怎么去,能够去, 能不能想办法去把它去掉? 其实说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你从什么方向去,去调整呢? 就是你向,朝炎症的方向,消炎的方向去调整。 这个炎症去掉了,炎症去掉了, 这个结结慢慢有的时候呢,就会去代谢掉。 以前我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小的时候,忘了是打一种什么针, 就打了这个针,你知道会化膿。 可能大家都打过吧? 会化膿。别人化完膿呢,可能就长平了。 虽然是有一个像巴一样的那种,长平了。 我就外面有个包。 别人都是平的,我就有个包就在这儿,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呢,慢慢慢慢慢慢, 胳膊这地方也有了一个包。 就胳膊这个地方, 就是之前呢,它就是特别痒, 我就挠了挠,我以为是把蚊子咬的还是什么。 挠了挠了,挠了挠了,就起来一个鸽子。 起来鸽子让我说,这是真是被蚊子咬的。 结果后来它不下去了。 然后再后来呢,它里面就有一个硬块。 就有一个硬块,它就呆在那个地方。 如果说打开的话,我估计可能是什么, 脂肪瘤了,什么粉刺瘤了, 大概是这些东西。 它就在这儿。 后来呢,我就吃了咱们的这个五色早餐, 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自己就没了。 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没了。 它跟随了我好长时间啊。 你想,那个好像是小学样, 是初中的时候打的呀。 我忘了反正是打的什么什么预防针啊。 反正打完,同学们都是这样,都会出脓。 然后呢,后来以后呢,会就是, 会有疤。 但我呢,就是一个包。 就多出来一个包。 然后呢,结果这个胳膊这个地方, 也出来一个这个包。 就像就是这些,这些不通的那些, 它其实怎么就是垃圾,带涉不出去,不通。 后来呢,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发现, 哎,我这个东西怎么没了呢? 就平了。 就平了。 以前那里边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硬胯, 你能捏到里边,就是一个硬硬的东西。 它后来就不疼不痒了, 一开始是痒,痒痒痒挠,它就疼了那样。 再后来就不疼不痒,它就在那呆着。 反正也不影响我,我也就没管它, 我也没当回事。 就后来慢慢慢慢,它居然给代谢掉了。 代谢掉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的循环变好以后, 我们所产生的这些囊肿啊,吸肉啊, 其实它是有机会重新去逆转的。 就像你看这个乳腺真生,对吧? 它自己就,自己就没有了。 而乳腺真生产生之前, 大多数就是很多人就是容易生气,或者是愚梦。 你想要去实现一件什么事, 它就没有去实现, 它就憋得慌, 憋得慌,把你卡在这儿了。 就想实现又实现不了, 就就卡那块了, 慢慢慢慢就别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看,心态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们要先要什么呢? 新的平衡。 就是你心态要平衡。 那心态平衡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要扩大我们的格局和定位。 我们的格局和定位扩大以后, 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我来到咱们孟空港以后呢, 听到肖老师讲过一个故事, 给我的启发特别大。 当然肖老师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一个寺庙里有一个师傅, 他特别喜欢种兰花, 在他寺庙里种了很多兰花。 有一天他去下山, 然后就和他的小徒弟说, 这块兰花大家最喜欢的小徒弟也知道, 所以你来用心帮我去照顾这个兰花。 然后就下山了。 下山以后这个小徒弟就开始照顾, 结果照顾照顾, 他就想这样了, 这是师傅最喜欢的一个兰花, 回来肯定要批评我了。 但是没有办法呀, 师傅还是如约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他主动承认错误, 说师傅呀, 你回来了太好了, 但是呢, 我要跟你主动承认一下错误, 我犯了一个错误, 说怎么了, 说我把你那个最喜欢的那块兰花给打碎了。 他想的一定会, 师傅肯定会批评他, 说你怎么回事,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对吧, 你干事怎么总是那么忙活躁躁的啊, 你这么对吧, 大概我们是不是被这样说过, 对吧, 你就不能小心点等等, 可能会这样说。 结果师傅呢, 啥都没有说, 而且师傅一点都没生气。 这个时候他就很好奇了, 说师傅为什么一点都不生气呢? 然后他说, 师傅我把你最喜欢那盆兰花给打碎了, 你怎么一点都没生气呢? 然后师傅说了一句话, 你就让他特别的开悟。 师傅说什么呢? 师傅说, 我种这盆兰花的目的是修养身心, 我种蓝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生气。 你会发现, 好多时候我们当初做那个事的时候, 你不是为了生气的。 对吧? 对。 但是后来却因为那个事让自己去生气了。 是不是? 很多时候都为情所困。 各种情, 亲情,爱情,友情,对吧? 为情所困。 所以有一个诗是说, 无情何必生私事。 就是你如果没有情, 你活在那个世间, 你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吧? 但是有情终须好此生。 怎么有情终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一定会被情所困。 对吧? 你看很多人会有一个现象叫因爱生恨。 本来他是爱的, 后来没得到就因爱生恨了。 是吧? 所以人家佛教就不讲这个爱, 人讲的什么慈悲。 还有什么区别呢? 说爱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感性的。 你今天爱他, 你今天喜欢他, 可能下一秒你就不喜欢他了。 上面可能你们俩还特别好了, 下一秒瞬间你就, 我恨死他。 对吧? 我怎么怎么样, 你瞬间你那个想法就发生变化了。 对吧? 上一秒喊着, 真好啊, 下面突然因为一件什么事情, 接到一个什么电话, 突然间就转变了, 因爱就生恨了。 但人家说慈悲是什么呢? 慈悲这种爱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理性的。 不管你怎么对我, 我就是非常好的对你。 我爱你跟你没关系。 对吧? 你把心理进去。 对吧? 实在。 这样的。 所以你看他就脱离了我们所谓的这种, 齐情忧郁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爱, 什么爱, 什么爱真理, 什么什么别, 什么得不到之类的。 我们这人生那些苦, 就脱离这个苦海啊, 格局扩大了, 格局扩大了, 定位提高了。 所以很多, 有很多时候我们想, 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的时候, 你就来咱们这个环境坐一坐。 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你更苦的人, 然后你就豁然开朗了, 你就豁然开朗了。 我记得以前老师跟我们讲说, 陈老师培养老师的孩子那个定位大哥, 把定位大哥拍到新加坡的时候, 跟他说,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就去帮那个比你更苦的人, 你就会充满力量。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去帮比你更苦的人, 你的力量就来了。 对吧? 所以你在家说一说, 你一定遇到比你还苦的, 无论你多么苦, 在操盘当中一定能找到比你更苦的。 无论你多么优秀, 在操盘里一定能找到比你更优秀的。 就是三百万人太浩瀚了。 是不是? 那你一来上, 你看跟三百万人一接触这个心情, 这个格局,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对吧? 马上就放大了。 所以我们的心态呢, 是很重要的。 我们多来这里去学学, 去听听别人的故事, 别人所问。 我们为什么在外边郁闷? 因为在外边, 大家都是包装自己。 对吧? 你一看朋友圈, 别人生活咋都那么好。 对吧? 你一看朋友圈, 都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如此的美好。 对吧? 大家都在包装自己。 但是你一来这儿呢, 每个人都会讲到自己, 我的行业当中的盲点危机。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大家才能真正感觉到那种敞开心非, 对吧? 彼此的交流。 对吧? 像一家人一样。 然后呢, 大家又会牵着你的手, 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往前走。 怎么, 家俊, 你都有危机了啊? 我看到他特别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看到我在笑。 哎呀, 终于有个人懂你了是吧? 对吧? 你家俊, 十五岁。 十五岁。 十五岁, 你看就在这个环境学习了。 他走的, 不走寻常路啊。 别人十五岁, 是不是还在, 还在上学呢? 对吧? 但是你看, 他的妈妈就把他放在这个环境, 让他在这个环境去锻炼。 其实在古代都是这样的, 很小就开始跟着, 你就已经有了专业方向了。 对。 你现在已经有专业方向了。 对吧? 安利吗? 对吧? 已经有专业方向了。 在古代不就很小就, 对吧? 你就可能就跟着哪个师父, 已经开始学习。 比如说打铁, 你就开始就打铁了。 对吧? 开始练。 到了十七八岁, 都已经开始, 能自己挣钱了。 对吧? 就已经独立了。 你就回归到咱们古代的教育了。 为什么家俊会在这呢? 就是因为, 他呢, 特别喜欢打游戏, 是吗? 超级喜欢打游戏。 然后呢, 在学校当中, 老师已经拿他没有办法。 然后他自己也不愿意学习, 反正上学就是打游戏。 觉得也很无聊。 后来呢, 这个家俊的妈妈呢, 认识了这个皮, 皮哥。 然后皮哥小时候呢, 就老去那个家俊, 家俊他们家的饭店去吃东西。 然后吃东西呢, 然后呢, 皮哥就成了别人家的小孩。 说你看看人家皮皮, 咋这么听话? 他这么好啊? 然后呢, 就说, 为啥他这么好? 我在操盘环境啊, 我在梦工厂啊。 然后他妈妈说, 行, 帮我孩子带到梦工厂去学一学, 看一看。 因为在学校已经, 学校已经把它放弃了。 老师说, 这个孩子你还是带回去吧。 或者你想学吧, 对吧? 已经都被放弃了。 结果来到我们这儿, 发光发热了。 每天还做海报呢, 是吧? 经常我们收到的海报, 经常我们收到的海报, 十五岁家俊做的。 哦! 对吧? 做得不错啊, 非常棒。 你看, 他在这里呢, 茁壮的成长, 然后呢, 你看为人处置, 带人接物, 方方面面。 大家有困难, 是不是都找家俊? 对吧? 对吧? 求助于十五岁家俊, 帮我干个啥? 你看, 他终于感觉到有人懂他了。 原来他的价值在这里呢, 做海报。 是吧? 这是发光, 发热了, 是不是? 所以你无论什么呀, 你在自由环境当中, 一定会遇到, 比你更不如意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 别人在自由环境当中, 都能够去断了群长, 你的心态是不是慢慢就开始变好? 而且, 咱们在自由环境比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外面比啥? 就比钱, 比权, 对吧? 那个权利和地位, 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吗? 不是, 你在学校就比学习成绩, 那第一名就一个, 对吧? 咱也不能谁都像毛毛一样吗? 对吧? 那家里呢, 怎么那个, 讲到都像, 壁纸一样, 天天在那儿贴着, 对吧? 每回他都是第一名, 那第一就一个, 他当的别人就当不了, 他当的家俊只能从后边找一个, 对吧? 从前面就, 就找不到了, 对吧? 只有一个,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所以大多数人会活在苦闷当中, 活在苦闷当中, 因为你得不到那个第一, 而第一就一个, 对吧? 你一个单位, 消灌就一个, 那像我们周婷姐这样, 全球外常, 对吧? 英夫英女, 全球消灌灌, 不就他一个吗? 就他一个, 那回我们在一起聊天, 他说我现在进步了, 我说你怎么进步, 我从第一变第二了, 我说你从第一变第二, 怎么进步了? 他说, 现在第一名还在单位打电话呢? 我已经退出来了, 我已经开始找备胎了, 所以我从第一变第二, 我进步了, 就像老师, 老师教我们什么, 你的资金开始什么呢? 多渠道化, 以前老师跟我们说, 一个人收入三万, 同样是三万, 一个人呢, 就是上班挣三万, 和另外一个人呢, 他上一个班, 另外呢, 他可能还有个房子租出去了, 你说谁的压力大? 上班就压力大呀, 一旦这个没有了, 就啥都没有了, 人家那没有了, 还有房子可以让他待一段时间, 房子没有了, 还有工作能让他待一段时间, 他就相对来说, 结构比较多, 压力没有那么大, 是不是? 对吧? 所以你看人家从第一到第二了, 说进步了, 以前我们都觉得第一到第二, 你这不退步了, 怎么叫进步? 你换了一个层级跑步, 以前在那个叫什么向线, 这叫受雇者向线, 已经换到了上面一个向线, 做企业家了, 换了一个向线, 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咱们在这个环境比的不一样, 我们在外面可能都是叫比第一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环境比的什么? 比学习, 比付出, 比的是付出, 你看家俊, 在单位, 不是单位, 在学校的人就比的就是啥? 就学习成绩嘛, 学习成绩好你就好嘛, 你就优秀嘛, 可是在这咱们比的是付出啊, 你看我们就会说, 家俊多棒呀, 你看他去, 海豹啊等等那些, 我们就会觉得, 好优秀啊, 你看这个海, 他的自信心也就来了, 你看自信一鼓励, 长了一米八三了, 刚来的时候, 多高? 刚来的时候一米七五, 现在一米八三了, 我看, 哎呀, 都比我高了, 我都处理仰视你了要, 就在大家的鼓励, 鼓励声中, 茁壮成长, 因为我们比的是什么? 在这里比的不是能力, 比的是你的心态, 因为学习是不是心态, 你想学每个人都有机会学, 不是比成绩, 成绩那个东西有的时候是看天赋的, 人家明峰姐就啥也不干, 对吧, 就是到家回家睡觉, 照样清华, 咱就天天点灯熬夜啊, 半夜还打个手电筒, 那里边看了, 两三点了还睡不着, 咱们看呀, 就这么学啊, 对吧, 也考不上清华, 就有时候它是有天赋的, 你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不是你时间的重复, 对吧, 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你时间重复也没有用, 有人说上课也没听懂, 说我在补课, 补课不还是给重复吗? 你从还听不懂, 能听懂一遍就听懂了, 对吧, 就理解了, 你像我记得我上大学学那个线性代数, 我到现在理解不了, 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和零? 你们学过线性代数吗? 一堆数字, 对吧, 数列什么什么的, 一堆数字, 最后就要把它变成一和零, 你干啥, 把它变成一和零干嘛呢? 你干啥, 我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然后稀里糊涂的就开始考试了, 哎呀, 反正考完了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干啥, 我怎么过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去过了, 哎呀, 哈哈哈, 人际关系好, 人际关系好, 你学一层你不好, 人际关系再不好一点, 你不就, 对吧, 你可能能理解了是不是, 您有个相同的经历, 哈哈哈, 人际关系好啥, 把老师都给打了, 人际关系好啥, 人际关系好啥, 上学的时候, 把老师都给打了, 把老师打了一波, 学校待不下去了, 我不念了, 走了, 15岁开始闯到社会了, 哇, 你看这种经历, 是不是, 你看, 那家庭一来, 哎呀, 有跟我一样的, 我还没打老师呢, 心理平衡了, 是不是, 找到自信了, 对吧, 我还比他强一点呢, 是不是, 对吧, 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多么差, 你在这儿一定能找到比你更差的, 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多么优秀, 在操板里太浩泛了, 一定能找到比我们更优秀的, 所以这样的心态, 是不是就变好了, 所以多来这里做一做, 对吧, 多来这里跟大家交交朋友, 我们的想法, 我们很多东西, 你看来, 以前在你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可能你跟大家聊聊天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你以前的方向都是错的, 你始始追求那个东西, 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努力, 对吧, 根本不值得努力, 你像, 你像, 旭儿姐经常跟我们讲, 经常, 旭儿姐在六家公司的副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她经常说, 很多人啊, 就是借着很多的机会, 就想去什么呢, 去涨工资啊, 或者怎么样, 旭儿姐说, 我不涨, 我不要, 她说, 你去涨工资, 你就得多干活, 那钱能白给你吗, 对吧, 你去涨工资, 你得多干活, 你多干活, 对吧, 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 去做自己的事业了, 你干多少, 你给别人干的, 最后一毛钱都跟你没关系, 对吧, 干完就没了, 但是呢, 我就不去涨工资, 这也是以退为进的, 我又不去涨工资, 我花点时间, 来做自己的事业, 果然你看, 在疫情期间, 公司出现了问题, 很多的想要涨工资那些人, 或者已经涨了工资的, 是不是, 对吧, 面临着重新找工作, 可是你到了一定年纪, 再找工作就不太好找了, 是吧, 再找工作就不太好找了, 而, 徐阿姐, 在这个环境当中, 已经有这样一个备胎了, 人家跟着就, 是不是, 就, 不用去再找那些工作了, 对吧, 以退为进啊, 以退为进, 所以我们看到太多以退为进, 你苦苦追求那个事, 人家已经都放弃了, 所以现在叫做降维打击, 你怎么能打击那个维度的人, 就是你提高一个维度, 他还在这个维度呢, 你已经在这个维度的, 他无论努力, 他都不可能去超越你, 是吧, 不, 不可能去超越你, 以前有一个, 这个定律啊, 就是百分之, 就是这个, 哈佛大师做的一个人成功啊, 百分之二十靠的是专业知识, 百分之四十是人际关系, 另外百分之四十是什么呢, 是我们呢, 这个, 观念和心态, 对吧, 就, 我们百分之八十, 如果你在专业当中, 你怎么努力, 大概也就是那个成绩了, 就是百分之二十这个成绩, 百分之二十这个成绩, 我们只有在这, 这几个方向去努力, 你才能够去成, 成有大成功, 所以你的维度就要比别人高, 当然呢, 我那天我看那个, 贺良, 那个军委, 发了一条这个信息, 发出去了, 哎呀引起, 被抖音推送了, 因为争论很多啊, 有人开始说了, 那芯片呢, 你芯片人际关系有用吗, 你芯片跟观念有关系吗, 不还得靠专业吗,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对吧, 对吧,挺有道理, 那中国为啥芯片发展成这样啊, 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专业技术的人才吗, 为啥突然间又发展起来啊, 是专业上差了吗, 还不是你观念心态差了吗, 以前没觉得这个东西多么重要, 是吧, 反正就从国外购买就好了, 突然间意识到重要了, 这个观念想法一变, 发现专业发挥出来了, 你的观念想法没到位的时候, 这个专业你都发挥不出来, 是不是, 对吧, 你发挥不出来, 所以, 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 观念和心态, 有的人他们, 其实他的能力很强, 但他们能力释放不出来, 为什么, 就是一遇到问题就退缩了, 心态不好, 就是, 有的人太完美了, 只要一有挫折, 不错了, 写作业写错一个, 全死了, 完美嘛, 对吧, 就经不起这种挫折是吧, 不行, 我必须得非常完美, 或者怎么样, 啊, 这个人, 他居然对我这样了, 好, 我以后再不跟他好了, 对吧, 就不允许别人身上有一点, 对别人要求也很完美, 对吧, 那你说这个人际关系, 你怎么做事业, 这个心态怎么做, 你的专业再强也会被卡住, 你看所有有成绩的人, 比如说艾迪森, 你失败了多少次? 99, 99, 99, 好多次, 9999次啊, 对吧, 9000, 学业大哥的历史学的特别好, 你想, 你研究历史, 你学业大哥, 他啥都知道, 那也研究得特别明白, 失败了9999次, 他有任何一次放弃, 都不会有电影的出现了, 对吧, 是不是他的心态, 他的心态什么, 他相信黑, 就是什么呢, 就是黑夜可以变光明, 他相信这一点, 所以呢, 他就一直研究, 研究出来, 对心态很重要, 那我们, 你在这个维度跟别人PK, 换一个维度, 别老在那个维度去PK了, 提升一下, 所以走到这里来, 我们的观念想法一变, 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了, 很多以前纠结的, 或者怎么样的, 你就不在想, 对吧, 你的心态一下开了, 人释然了, 心病还需心药整理, 你那个心一直所在那, 哎呀, 你就在吃什么医药普通食品, 它也没有用, 自己把自己卡住了, 不行, 先得把那个心, 心给去解开了, 所以咱们这厉害呀, 就是解心结的, 老师说最难打开的门是心, 最难走的路是心路, 最难点的灯是心灯, 老师就专门点张的心灯, 在你心中照亮, 让你重新去有希望,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灵灵, 他得了这个产后抑郁症, 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冰湿的感觉, 然后呢, 产后抑郁症, 结果呢, 后来呢, 他来咱们这个环境, 就线上学习, 学了三个月以后, 好了, 其实这不就是心结给打开了, 对吧, 很多新, 那些东西放开了, 所以呢, 第一个是说什么呢, 我们心的平衡, 第一个平衡, 新的平衡, 那就欢迎大家走到这个环境, 和多和这里的人去交朋友, 因为在这里不会, 没有任何人会瞧不起你, 对吧, 然后呢, 也不会说, 或者说你太成功了, 你不会感觉到, 这位人会因为你的钱, 要跟你在一起, 对吧, 因为咱们都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往来, 大家都是敞开心配的, 你在这里多交一些朋友, 有的人就是朋友太少了, 以前我们上学之后, 发生了一个高校当中, 发生了一个, 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个事件, 叫做马家爵事件, 你们知道吗, 对吧, 他把他们宿舍的人全给干掉了, 然后把那些尸体全, 锁在柜子里, 还睡了好几晚, 然后后来他才走, 真实的呀, 马家爵事件, 对吧, 后来就有人说, 如果马家爵有个女朋友, 可能不会发生这件事, 对吧, 就是他可能他内心的苦闷, 没有人倾诉, 跟别人去讲, 或者什么, 对吧, 大家都是包裹在一起的, 对吧, 没有办法沟通, 就别, 别从他起来的嘛,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发现, 对吧, 你每天听, 你发现总有一个比你惨的人, 哎呀, 一向都走过来了, 行, 我也行, 对吧, 你这信心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多交朋友, 我们第一个是新开战已经要平衡, 接下来是什么平衡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和大家讲, 我们要特别重视, 刚才去讲, 那个鲁献针天怎么好的哈, 第一个呢, 他在这个环境, 心态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什么呢, 他吃了青色早餐, 什么是青色早餐呢, 什么是青色早餐呢, 他主要调哪些平衡, 第一个平衡呢, 就是我们的气血的平衡, 也可以称为是阴阳的平衡, 我们要调阴阳的平衡, 就是你心态平衡以后, 接下来呢, 就是要画这个圈了, 你看你带不在这个圈里边, 要画这个圈了, 这个圈是啥呢, 就是气和血的平衡, 也是阴阳的平衡, 在我们身体里啊, 我们是不是有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整体, 像那个周老师, 为什么他下面的很寒, 膝盖啊脚啊这些凉, 而上面的又是一片火象, 眼睛红肿, 然后可能耳, 然后耳鸣, 这些火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人体是一个整体, 你不是单独, 你调哪个状, 你是要把这个循环变好, 气的循环变好, 在我们人体内, 很多的问题都和这个气的循环有关系, 那我先写一下啊, 你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比较难, 就是你不要试图理解它, 你先接受它, 你要想去理解它, 你就理解不了, 然后你后边你就听不下去了, 你就试图, 你就去接受它, 比如说最下边的是肾脏, 脏的肾脏, 最下边就是肾, 肾的气是往上走的, 你就记住就好了, 你就别问为啥, 对吧, 你就记住肾的气往上走, 然后呢, 干的气也是往上走, 然后这边呢, 脾的气也是往上走, 干肾脾, 干肾脾的阳气全部都是往上走, 叫左肾, 左边就往上伸, 左青龙又白虎, 对吧, 左青龙又白虎, 为啥青龙呢? 往上伸的, 你知道龙就是往上伸的, 所以你就左边呢, 往上伸, 然后呢, 右边呢, 就往下降, 最上面是谁呢? 最上面是我们心, 心脏, 到了心脏, 这个火就极致到最极致了, 物极必反, 它就开始往下走, 然后这边呢, 就是什么呢? 有肺, 肺气就往下降, 然后还有什么呢? 脾胃, 肝胆嘛, 都对应了, 肝火呢, 就往下降, 然后呢, 心的火呢, 往下降, 在我们最上面呢, 有一层肺在包裹的, 肺气也是往下降, 这就是我们人体内气肌的循环, 很多人身体出现问题, 这个气的循环出问题了, 气肌循环出现一层了, 它不通了, 才会, 才会, 你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 有没有人去上火的? 哦, 有人上火吧, 对吧, 为什么总上火? 火是什么呢? 火是什么? 火是多余的气, 我们人体内呢, 这个阴和阳, 或者气和血, 有气和血, 有100个气, 100个血, 他们正常应该是平衡的, 人平衡的就是最好的状态, 但是呢, 有一天呢, 你的这个气呢, 变多了, 气给变多了, 比如说, 你晒太阳, 一直晒, 晒到中暑了, 所以就烧火了, 这种火呢, 叫做石火, 就是你的气变多了, 气变成110了, 血呢, 还是100, 这叫石火, 然后呢, 还有的人呢, 他的气也多, 但是不是气变多, 他也没晒太阳, 他的气还是100, 但他的血变少了, 血变80了, 这么也显得这个气多, 你也气多了, 就也会产生火, 这个火叫做虚火, 虚火, 就是阳实际变多了, 就是石火, 比如说你吃辣椒, 那些热心的食物, 那个上火就是石火, 这个时候你喝点凉茶是有用的, 但如果你是虚火, 你喝凉茶是不好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虚火是不是要养血呢, 你要让血去变多, 血怎么能去变多呢, 是要调皮, 因为我们身体里, 所有的血都是皮去变成的, 你吃进来的食物, 要通过皮去韵化, 皮韵化以后呢, 化成血, 你这个血上来以后呢, 这个气它自然就融在一块了, 你是不是就又平衡了, 你就不会有上火的表现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你越是虚火, 但还越什么呢, 因为上面有火, 你就想吃凉的, 你就拼命爱吃凉面, 什么冰激凌啊, 奶茶啊, 冰镇的饮料啊, 冰镇的啤酒啊, 对吧, 就忍不住, 你就要去喝, 你忍不住去喝, 就会伤谁? 就会伤皮, 因为寒的东西, 是对皮的伤害特别大的, 寒的东西, 对皮的伤害特别大, 你是为了降低火, 你可能甚至吃了很多, 良性的药, 比如说, 我们苦香饿羊, 大家会吃那个西瓜霜这个羊啊, 这个西瓜霜, 它为什么能够去去火呢? 就是西瓜霜, 它本身是一个, 西瓜是一个很寒的东西, 极寒的一个食物, 你在冰镇一下, 那就更厉害了, 所以西瓜已经很寒, 就没有必要冰镇了, 你同样喝水和吃西瓜, 你会感觉到西瓜要比喝水还解渴, 为啥? 因为它寒, 它寒就会让你很舒服, 比如说, 咱们这边有人咨询我营养, 我一般都会发你个表, 对吧? 然后我让你添一下你这些状态, 其中有一个问你可不渴, 那为什么要问你可不渴呢? 如果你不渴, 一般身体偏寒, 如果你总是感觉到渴, 你应该上面有火, 对吧? 所以, 就那个表达完了, 大概你身体啥情况? 我就知道了, 对吧? 我就知道了, 然后根据你的体制帮你去搭配一下, 对吧? 你应该用哪种颜色的早餐? 对吧? 你是青色的呢? 还是红色的? 你是白色的呢? 你应该让龙飞一飞呢? 青龙飞一下呢? 对吧? 还是让老虎, 白虎往下降一下, 你应该用哪个颜色的? 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 那个西瓜是很寒的, 然后呢, 它用这个做出来的西瓜霜, 本身我们这个口腔, 口腔就是有火, 有多余的气, 对吧? 然后它用寒性的东西可以去组合, 所以你用完以后会有好的现象, 但是呢, 不治根, 你过段时间就又口腔溃养了, 总是反反复复, 总是反反复复, 为什么? 你总是反反复复的, 就是因为这个寒呢, 它是解决了你上面火的问题, 这个火呢, 它是什么呢? 上面, 上面着火的, 下面还特别寒, 你越, 越用, 越用那个寒凉的东西, 上面火再是解决了, 可是你下面寒就更严重了, 它严重了以后, 那你造血就更, 就是还是不好, 你血不够, 那气还是多, 所以过段时间你就又开始怎么呢? 又上火, 对吧? 这个火就是反反复复,那应该怎么办,其实不应该用寒凉的东西,而且要什么呢,你要调脾,调腎,脾和腎调好,这个阳气升上来,然后你对食物的韵化就会变好,食物的韵化变好以后,血自然而然就会提升上来,所以补血呀,不是要什么呢,不是要去用这种知音的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要去用这个什么恶焦, 恶焦是一个收敛的作用,因为驴的特点就是收敛的,它就是以自我为骄傲的,向内的,对吧,你说啥没用,就是我自己的想法,这就是驴的特点,对吧,你看马的特点是什么,驴和马品相跟马不一样,马是侧马要编,它靠边侧,你一鼓励它一激励它,呜,好了,驴你在那抽它也不动,就得骗,眼睛一蒙,前面放一个斗子, 它闻着斗子就往前走,然后它就开始拉磨了,驴拉磨就看眼睛一蒙,放在斗子,它就转呀转呀转呀转,它总是感觉前面有斗子在吸引它,它能吃到,你得骗它, 因为它遵循它内,遵循它内心的想法,它觉得前面有斗子在吃斗子,所以它就是血,它的,它的性质就是往回收敛的,当你用,用这个恶交的时候呢,就借助了它的性质,把这个,把它这个性质收回来,收回来以后,你的血呢,也会往回收,往心脏收,你就会觉得呢,哎,气血比以前足了哈,这个状态好像不一样了, 但你整体的血量其实没有得到提升,整体血量的提升要靠谁,还是要靠痞,痞的运化,就是我们的血是食物,是食物变的, 是食物变的,你要通过什么呢,通过食物来去,来去保养我们,就是通过食物来去变成血, 你把痞调好了,它的阳气升上来,它就会好,这个就是火,这个就是火,这好多人,而火为什么一般出现在上面呢,就是因为, 这个,它属羊,它就往上飘的,气嘛,它就往上走,热气,是不是都是往上走的,这是自然之性,而阴的东西呢,是往下层的,所以一般,你上边有火的人,下边都喊, 因为你正常这些热,应该从这边,从右边降下来,要给到肾脏,对吧,让它下边不至于过喊, 所以你看这样的人就是膝盖凉啊,对吧,它每天喝冰的,但是你会发现它膝盖还凉,还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呢,变还容易不成形,为什么变不成形呢,就是脾,脾还是弱,脾还是弱, 为什么用完益生菌以后呢,这个叫黄色早餐,黄色早餐,你要调脾味呢,我们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对应的各种颜色,对各种颜色,然后呢, 这个肝对应的什么呢,青色,因为肝对应的季节是什么呢,春天,春天,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五行啊,鸡木水火桶, 你就觉得鸡木水火桶啊,这么这么高深,有点搞不明白啊,我容易搞不明白, 其实特别特别简单,一点你就同,你就记住春夏秋都能记住,啊,春天过来什么季节,下,下,啊, 你就能读懂,鸡木水火桶,好啊,我们看,我们先写啊,最下边是冬天,冬天过来什么季节,春,哎呀,太棒了, 春天过来什么季节,对,你有这个基础,就已经可以学,学好中医的理论了,就有这个基础就可以了, 你别像,像悠悠他们这个阶段,他们这个阶段也快了啊,是不是可以教他一下这些理论啊,春夏秋冬了, 然后呢,夏天过来什么,秋天,对吧,这就是春夏秋冬,好了,五行就是通过四地来的, 我们的五行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就是说春夏秋冬讲的是这个气的变化, 我们现在知道是太阳离我们远近,太阳离我们越远的时候,也就是冬天, 然后后来的太阳慢慢慢慢就往我们靠近了,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了,慢慢向我们靠近了, 哎,春天就来了,对吧,那冬天到春天有什么特点呢,好像这个冬天, 春天比冬天暖和一点,夏天比春天又热一点,哎,这些热最后总结为什么呢, 总结为阳气,总结为阳气,于是呢,我们就怎么来形容这个过程, 就说明,哎,阳从下边开始往外伸了,阳从下边开始往上伸了, 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冬春气都是往上伸的,因为越来越热了, 所以它的阳气是往上走的,它往上走,那,然后呢,到了夏天以后呢, 接下来就要开始怎么呢,阳快了,所以这个气呢,阳气要从上面又开始往下走了, 这就循环就记住了,记住了没有,什么时候往上伸,冬天,春天,夏天,好,这个气就往上伸了, 然后从夏天,要凉快了吗,对吧,自然之心,没有那么复杂, 它就都是能感受得到的道理,它就是自然之心,本身大道都是质简的, 真正的大的道理,它都是很简单的,搞的那个复杂的就是为了赚钱, 复杂从内做不到,你就得交点钱,是吧,其实大道都是质简的,非常的简单, 对呢,那我们用阳气来去衡量它,那每个阶段我怎么去找它这个阳气运转的规律呢? 然后呢,它发现,冬天的特点就是水结冰了, 所以冬天的时候它用什么来去形容这个气的转化呢? 因为气是虚无缥缈看不到的东西, 那怎么能用一颗具体的东西来去衡量它?就是用水, 所以冬天五行就属水,而春天的时候呢,树木在发芽了, 所以春天呢就是五行属什么呢?属木,有水, 这就叫水生木,记住了吧,水为啥生木呢? 因为冬天过完是春天,对吧,水就是记录冬天这个性质, 所有的气网会收敛的,因为水会结冰,它记录这个气的, 所以就用水来代表这个气,春天的时候树木在发芽, 都是一个生发之气,小草也从地下钻出来了,对吧, 这个小动物也要出来了,这是一个新兴效能的, 气要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一过春节,春节过完以后, 你就什么就感觉,哎呀,这个地呀,大地要回春了,对吧, 又暖和了,又开始往上走了这个气, 那这个时候呢,就用木来去代表,所以叫水生木, 木过完以后呢,是夏天,夏天就像凿了火一样, 所以叫木生火,对吧,所以五行相生相克是通过什么来的? 是通过气来的,它是用这个对应的五行来去形容不同阶段的气, 因为气你不好衡量,你怎么跟一个人去描出一个气呢? 你说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就特别冷, 然后那个时候又温暖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又热了,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后来又,又特别湿, 再后来呢,又特别,特别燥,然后呢,又特别冷, 那个叫六气啊,天上的六气,天上的六气, 然后,那当然,那么不早啊,你具体能不能具体的东西表达一点, 对吧,就是那通过观察地上,大地结冰了, 这就是冬天来了,水,什么结的冰?水,水结的冰, 所以水认为最寒的东西,极寒的东西就是水, 因为它可以结冰,这叫水生木,木生火, 它不是具体讲的那个物质,而是以这个物质来代表那个气, 所以五行相生相克,运用在各个阶段, 都是在形容气的转变,比如我们人的一生, 你刚出生的时候,你刚出生的时候, 你刚出生的时候,属于啥? 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在那个妈妈肚子里, 在水里边生活啊,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开始, 对吧,我们属于水这个阶段,慢慢慢慢的, 你出生了,对吧,你开始就长大了,青少年阶段, 你就可以是苦心苦肠,所以有时候说人生四季嘛, 对吧,你的春,对吧,夏,然后慢慢的, 你又成年了,你像现在我们很多领导人,对吧, 都30岁了,你就成年了,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刚成年30岁,那就20岁吧,20岁成年了,18岁, 这个时候啊,你就开始了什么呢,就属于你的夏季了, 等下去走一走,咱就开始下河路了,咱就要到秋天了, 对吧,秋天开始收获了,对吧, 再走一走呢,你就又到冬天了,对吧,冬天, 然后你就又要轮回了,对吧, 然后呢,它可以用金木水河土来形容嘛, 然后呢,叫火啊,然后呢,叫土,然后呢,金,对吧, 然后又到水,就是这样的循环嘛,人,人的气也是这样, 不断的去,去生长起来,再下去,我们最开始的气, 你看小孩,一开始长的那个,什么时候长,长那个芽, 一般七八个月长芽,七八个月长芽, 那七八个,就有的是可能早点,有人晚一点,每个可能不太一样, 他以七和八为这个定数,一般男孩是以八为倍数, 所以女孩比男孩成熟的要早,经常很多女孩说, 这个男孩那么傻,他还没,他还那个什么,他还没成熟呢, 他成熟,对吧,因为你成熟的比他早,对吧, 所以呢,然后呢,什么时候换羊? 就是七八岁就开始换羊了,对吧,七八岁开始换羊, 那啥时候又开始青春期了? 十四岁,十六岁,对吧,你看他比你晚两年了, 要不他傻,晚两年成熟,对吧, 然后更年期,七七四,对吧,七八五十六,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又有什么更年期了,对吧, 全部都是以这个数字,它在这样的变化, 我们的气也是由弱到,再由一身再降下来,对吧, 达到这样一种循环,对吧,所以我们其实, 金骨髓火土它可以应用在各个地方, 因为什么里面都有气,啥都有气, 板边都有气,这个椅子,它生产出来, 就是它的气最旺的时候,你在使用它, 就是它的气要走下坡路了,最后它坏了, 它气就结束了,它也有气,就是生命就是气, 对吧,它也有使用寿命嘛,运用坏了,它就结束了, 是吧,可能它又被重新加工成别的东西了, 那就可能它的又一个生命又诞生了, 可能后来它又被扑到路上了,或者是把塑料又怎么补合之类的, 又再利用了,它就又一个生命又去诞生出来, 所以金骨髓火土能够运用在各个领域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就是描述这个气的变化, 那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人体当中也有气的转化, 因为除了有四季,是不是还有昼夜呀, 咱还自转呢,是吧,也有昼夜, 这个气也在去运转,那冬天其实对应的就是, 还下边还有啥,肾嘛,对吧,还是肾脏, 然后这边是肝脏,这边是心脏, 这边是肺,对吧,然后中间是脾和胃, 这边胃,这边脾,脾和胃,然后左边伸上去, 右边降下来,这个气才能循环起来, 气才能循环起来,我们很多时候出现问题, 都是这个气的循环,不通畅的, 而不通畅的原因,往往又说什么呢, 这个肾,肾阳不够,肾阳被寒给束缚住了, 我们现在人体出现好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寒导致的, 因为咱们现在呢,人为都制造了很多寒, 空调,对吧,哗一吹, 夏天也变冬天了,对吧,人为都消失了一个季节, 可是你一出去,又感觉又是夏天, 你的身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时我切换到夏天模式呢, 我还是切换到冬天模式,对吧,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出去又热,进来又凉,对吧, 体质弱一点的人就受不了, 对,那切换不过来了, 体质好一点还可以灵活去切换, 所以我们在调整自己身体中, 其实就是在调这个脏性, 他的气的循环, 你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 我们了解了气的循环, 你就可以对应什么呢, 五色, 你调肾用什么颜色呢, 黑色, 用黑色, 然后呢, 这个, 春天你看嫩嫩的都是绿色那种, 青色, 心呢就是红色, 然后呢,肺呢就是白色, 白色都是入肺的, 然后脾胃呢是黄色, 中间五行属土的, 你有黄色, 所以你不同的脏气出现问题以后, 你就对应不同的颜色去调整它, 然后呢, 再相应的, 知道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从一般来调, 调什么? 肝胜皮, 主要调这边左边这个阳气, 左边这个阳气升上去, 那边的气就会好, 为什么不降? 一般都是左边的皮不升, 皮不升胃就不降, 皮的气升不上来, 胃的气就下不去, 皮不升胃不降, 所以要调调什么? 调肝胜皮, 肝胜皮, 一般在调肝胜皮, 因为肝胜皮在我们身体最内部的, 它在里边, 你要从里往外调, 内部好的外部自然就好了, 你从外边调, 都是质标不正的, 肝胜皮从这边去调, 那, 像那个, 如线真身, 怎么好的? 就用那青色早餐, 青色早餐你说着重调啥? 调啥? 所以呢, 我们这个, 看怎么写啊, 这个, 第一个调心, 第二个调, 阴阳和气血, 对吧? 气血平衡, 一, 你心态要平衡, 二,气血要平衡, 还有什么呢? 营养要平衡。 营养要平衡, 你要给到它足够的营养, 它才能化成它相应的气血, 你不给营养, 它是化成不了气血, 而营养我们最重要的一餐, 一个人你想保养自己的身体, 调整自己身体, 你最重要的一餐, 早餐。 就是我们把早餐去吃好, 那天我看了有一个人是假装腺的问题, 他把营养早餐吃了五年好了, 就是他只吃, 就是他, 他就吃营养早餐五年好了, 连续吃了五年营养早餐, 他的假装腺的问题好了。 所以就是什么呢? 营养达到平衡。 而在营养当中, 一天的营养, 最关键的吸收时候就是在早餐, 早餐占到人体营养的70%。 因为我们人体里的气血, 它是在流动的, 它流动的过程呢? 它流动的过程就是不同的时程, 它会对应着不同的脏气, 就相当于那些更多的气和血, 就跑到那个脏气里了。 比如说这个, 上午, 先从五点开始吧, 五点到七点, 这个时候是什么精在当地呢? 大肠精。 就是你的气血都跑到大肠里, 大肠子就比较蠕动, 所以人早上起来就要什么呢? 上厕所。 一般人是这样的, 有一些二班的不是这样的,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啊, 就会上厕所, 因为气血跑到这, 你就会有变异。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七点到九点, 胃精当地, 那你就该怎么呢? 吃东西了, 他就想接受食物了, 吃东西了。 但也有人早上没食欲了, 也有, 就说明你的胃气不足, 胃气的气比较虚, 或者说你的胃气当中有浊气在这, 还有人早上起来, 口特别苦的, 怎么, 早上嘴里咋这么苦呢? 是谁呢? 胆虎。 胆虎未降, 胆虎没降, 胆虎没降下来, 飘在上面了, 本来他应该降下去的, 他不下去, 他上来了, 嘴里就苦。 胆虎未降, 甘虎脾身, 就是说脾胃是通道。 他们不升不降, 其他的谁也别想升降, 他是枢纽, 他是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脾胃是后天之本。 然后呢, 接下来呢, 9点到11点, 是什么呢? 午饭, 早就倒午饭, 就是脾胃当中, 是不是就开始把它消化了, 对吧? 然后呢, 11点到1点, 是什么呢? 就是心脏开始工作了, 它是一个最热的这样一个胀气, 越热的胀气, 越能把我们吃的东西, 都是具体的东西属于阴的, 它能把它消化掉, 把它化掉, 你需要靠力量, 热量, 对吧? 这个时候天也很热, 是不是? 来消化它, 然后呢, 到, 到这个, 写成1点半了, 3点, 就是什么呢? 小肠筋, 心小肠腔表里, 之前3点到5点是肺, 如果这个时候你总起来, 就是说你肺气不够了, 然后有的人就是3点到5点就起来了, 起来就睡不着了, 就好多都有这样的现象, 他整体的气不够, 所以在这时候他就醒了, 肺, 然后呢, 大肠, 胃, 脾, 心, 小肠, 都是什么呢? 阴阳阴阳, 对吧? 肺属于什么呢? 肺属于阴, 大肠就属于阳, 然后呢, 接下来对应的就是阳, 阳跟阳挨着, 阴跟阴挨着, 然后就是胃, 胃, 它属于六腑, 六腑就是属阳的, 然后呢, 脾呢, 就属阴的, 它属于脏气, 然后在这阴, 阴完了又是阴, 阴完了, 然后呢, 再接下来就变成阳, 能记住吗? 也不用记住, 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 你也不讲, 对吧? 你也不讲他, 你就知道上午全日管消化了, 所以早餐特别重要, 你早餐吃的越丰富, 营养吸收的越好, 你, 早餐非常重大, 所以早餐, 在那我们人体一样都70%, 那这个时候呢, 你想要去营养平衡, 想要去修复我们的脏气, 器官组织, 就是要着动吃好早餐, 那给大家一个早餐, 什么样的早餐就好, 你早餐一个硬性指标, 蛋白超过20克, 蛋白要达到20克, 这个就叫做优质早餐, 蛋白质, 所以早餐的蛋白质非常重要, 超过20克, 但是早上我们的蛋白呢, 你又不能吃肉啊, 这些东西, 它不太好消化, 对, 不太好消化, 你没有人大早上就啃个鸡腿在那, 对吧? 吃个走鸡在那就吃, 你的胃, 气还是刚刚生发起来, 阳气还属于分田呢, 刚生上来, 对吧? 刚生上来, 你这个肉还没有那么旺呢, 不足以去消化, 所以要早餐吃的像皇帝, 就是他, 就是早餐要, 他又有营养, 又好消化, 所以要吃的像皇帝, 那, 咱们在扭出来当中, 你可以用什么呢? 你就可以吃蛋白粉了, 对吧? 蛋白粉一勺, 提供到8克优质蛋白, 8克优质蛋白, 然后呢, 你再来什么呢? 一张热鲜, 10克蛋白, 对吧? 你这就多少了? 18克优质蛋白, 你就剩下, 差两克了, 对吧? 你自己随便吃点别的东西, 这就够了, 或者说, 你这个蛋白粉, 你就别弄平手, 别走, 手别走, 对吧? 拿一大勺就弄上了, 对吧? 你不就20克了吗? 早餐20克的优质蛋白, 它可以修复你全程的处置, 你说这个早餐吃一段时间,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精力和过去不一样, 精神状态要比过去强, 因为早上这个营养够了以后, 它就能化成气血, 气血就会足, 它是原材料, 你看我们戴大哥, 这是在央视专门做营养, 营养这个讲座啊, 戴大哥他最擅长就是帮别人用营养早餐调整, 经常在我们的营养负责人群里面就给我们说, 哎,我又有哪个朋友, 以前什么什么情况, 我用营养早餐, 你看, 吃了三个月, 这样了, 你看这个人吃了半年, 这样了, 他的案例特别多, 就是营养早餐。 一大热纤, 一大蛋白, 对吧, 在地上涵, 一对贝利剑, 贝利剑里面提供的14种维生素, 8种矿物质和6种植物因子, 如果你贝利剑里面, 贝利剑太经济了, 贝利剑多少钱, 4块5块, 5块钱一对, 对吧, 5块钱一对, 但它提供了多少营养呢, 它里面含的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E, 就是14种维生素, 8种矿物质和6种植物因子, 这些维生素, 如果你要从食物当中去获取, 差不多你要100多块钱, 才能获取到这么多营养, 而你还吃不下去, 你说经济不经济, 现在你外面随便买个水果, 对吧, 你随便买个苹果吧, 多少钱现在, 三四块, 五六块钱, 五六块钱一个啊, 还是一斤, 五六块钱, 我又不买这个, 我不负责这项工作, 你了解, 对, 一个苹果, 五六块钱, 你里面有多少营养素, 你看, 你说没有多少营养素, 对吧, 苹果主要提供的就是维生素, 糖, 然后呢, 纤维素, 主要就是这些, 你再把皮一打, 那维生素, 纤维素都少了, 吃中间的东西, 就光吃糖了, 对吧, 就光吃糖了, 你的维生素都没有多少, 这个五块钱, 这一斤太丰富的, 你在五星期酒店, 你花什么199还是99, 你去吃那个自助的早餐, 你都吃不回来, 自不就营养, 对, 你吃了回来, 你也吃不下, 有太多的吃不下, 而一对就全搞定了, 这个早餐质量太高了, 所以一对贝利剑, 对吧, 然后接下来什么呢, 一粒鱼油, 早餐一定要有油, 为什么早餐一定要有油呢, 因为我们早餐呢, 你的胆汁经过一晚上, 没有往外排了, 你早餐没有排的话, 它就是浓缩的太多了, 因为肝脏一直在分泌, 分泌胆汁放到胆囊里, 放到胆囊里, 放到胆囊里, 你吃到油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往外排, 像有人说, 我一吃油的东西就难受受不了, 就是说明你的肝脏不好, 你的胆汁不够, 你没有办法去消化它,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哎呀, 一吃油的东西我就难受啊, 受不了啊, 你的肝脏分泌胆汁变少, 就是能力下降了, 那正常一般都是, 分泌以后放在哪呢, 放在胆囊里去储存, 一有油, 它就啪, 就排出来了, 帮你去消化, 所以早餐一定要有油, 那你吃最好的油是不是就鱼油, 当然你可以用橄榄油煎个蛋, 也行, 这还有蛋白, 又补充点蛋白, 煎一个太阳蛋, 咱那个金箍煎的太阳蛋, 多好吃啊, 对吧, 煎那个蛋, 煎好以后那个黄啊, 它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特别老的那种黄, 就是它, 你煎完以后呢, 它就刚刚好凝固, 刚刚好凝固, 然后呢, 也不是那种, 糖心的, 反正如果你愿意喝, 吃那种糖心的, 你就, 你就那个时间短一点, 我一般就是刚刚好凝固, 再撒一点盐, 你吃特别好吃, 然后里面再放橄榄油, 你看, 又补充蛋白, 是不是又那什么, 对吧, 又提供的那个油脂, 然后呢, 你再把那个什么, 咱们不是都是, 签常客会送那个什么吗, 那个, 对, 液卖片, 对吧, 你自己再来一个卖片, 然后呢, 卖片, 里面那个纤维又非常多, 你纤维素都有了, 是吧, 或者呢, 你可以自己再来一颗纤维, 对吧, 我们现在还有卵磷脂, 最好你再放一勺卵磷脂, 这个早餐, 从营养的角度, 它又是已经, 完全满足你的营养需求了, 一个优质早餐, 一个优质早餐, 大概多少钱呢, 30块钱左右这个早餐, 你说,哎呀, 30块钱左右, 能吃到这么丰富的营养, 真的假的, 他真的就能吃到这么丰富, 你花100多块钱, 你在, 你在那个五星体酒店, 你就这个吃点, 这个吃点, 你都吃不到这么丰富的营养, 吃不到, 只要30块钱, 就能吃到, 你其实只是换一下, 我们早餐吃得像皇帝, 结果你花钱最少, 晚餐要像乞丐, 结果花钱最多, 你不是吃错了吗, 对吧, 你的钱花的地方应该是道热上, 哪个是道热, 早餐就是道热, 所以早餐一定要吃得最好, 你早餐要花最多的钱, 这个钱才花对了, 如果我们早餐花了最少的钱, 你就花错了, 所以这样一个优质的早餐, 30块钱, 让你身体棒棒的, 你觉得值不值, 非常值, 如果你不吃这个早餐, 难道你就不花钱了吗, 你也要花了, 只是可能没有这么多, 你花个十几块钱, 对吧, 十二三块钱, 我们煎饼果子来一套, 对吧, 我们再来个豆浆, 对吧, 豆浆煎饼果子, 豆浆油条, 等等这些早餐, 那个叫做早点, 不叫营养早餐,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早餐去吃上, 这个早餐去吃上, 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因为你的蛋白上来以后, 微生素上来以后, 它能够调节我们全身的这个代谢, 再加上搭配五种颜色, 搭配五种颜色, 哪五种颜色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如果你肝, 肝不好就要加什么呢, 青色, 青色早餐, 青色早餐什么, 就是调肝的, 你像, 你像那个乳腺真身, 这就是肝脏这条, 这条经络不同了, 乳腺真身, 甲状腺的问题, 还有子宫肌瘤, 这都是肝这条经络不通, 带来的, 只不过一个是上, 一个是下, 对吧, 一个上一个下, 如果你下边特别寒, 那你下边就会有, 有这个, 这个子宫肌瘤, 如果你是堵了, 就是上边什么呢, 上边会乳腺真身, 甲状腺问题, 它会, 这个挡入这个气的运转, 出现这个问题, 那就青色早餐, 青色早餐吃什么呢, 就是在你营养早餐的基础上, 加上护肝片, 因为它是瓢干的, 加上护肝片, 因为它是瓢干的, 你把护肝片, 当然, 其实它在瓢的时候, 我还给它加了肉丛龙, 因为肉丛龙是什么呢, 肉丛龙是养肾的, 水生木啊, 水生木, 冬天生出的春天, 要想春天过得好, 冬天你得好, 对吧, 所以要把冬天呢, 我们经常讲, 瑞学造风景, 对吧, 你冬天好了以后, 你的春天才会好, 所以你加上肉丛龙去养肾, 然后它在早餐当中去加上, 额外增加这两个营养素, 它身体就变好, 以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出这个, 汉本萃专门针对肝呢, 现在, 现在没有, 现在是出了一个针对眼睛的, 对吧, 对眼睛好, 也就对肝好, 因为肝开窍于墨, 肝开窍于墨, 只不过它更多的气在, 眼睛这个地方去循环, 也说明它对肝好, 那我们额外加上什么呢, 护肝片, 你看, 甲刀腺的问题, 吃5年好了, 它不会那么快, 它不像药, 而我今天吃明天就好了, 它不会那么快, 它是慢慢去改善你的体质去调整, 但是它能彻底好, 是你的体质得到了改善, 我们用一些药物它都是什么呢, 压制, 暂时, 控制度的症状, 比如说, 你血压高, 然后呢, 吃了降压药, 暂时呢, 降下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 你得什么呢, 一直吃, 明天还得接着吃, 因为明天它就又上来了, 你不吃它就还是高, 它在控制, 如果你把里面的垃圾去掉了呢, 那个才什么呢, 调理它彻底好, 然后我们来看心脏, 如果心脏呢, 如果你感觉你的心脏, 经常心脏心肌共血不足的这种表现, 你吃什么呢, 红色的, 加上红色的这个汉满萃, 红色的汉满萃呢, 是羊血的, 羊血, 它里面有什么呢, 有人参, 人参是补气的, 但人参补气呢, 又补元气, 又会往往带来什么呢, 往往带来这个, 就是容易上火, 所以加了什么呢, 玉卒, 人参和玉卒加在一起, 捕还不会上火, 而且玉卒有一个作用, 就是美白, 经常吃它, 你就会变白, 变得特别透亮, 这是有临床实验的, 你用一段时间以后, 用一段时间以后, 测你的细胞里的黑色素变少, 黑色素就变少了, 这个玉卒有美白的效果, 人参加玉卒, 还用什么呢, 枸杞加黄金, 枸杞加黄金它是补什么的呢, 还是补这个精的, 补这个精哈, 就是十滴血, 一滴精, 我们经常讲得到精水了, 对吧, 我这终于学到精水了, 就是精华, 精华, 精水差不多哈, 反正就是, 就是最, 人最宝贵的东西, 十滴血, 一滴精, 十滴精, 一滴水, 骨髓, 包括你的脑髓, 就是你大脑经常, 反应迟钝, 反应慢, 对吧, 血不够啊, 为什么说, 女生上了初中以后, 就学习成绩, 就不如男生了, 男生突然, 开窍了, 因为他终于成熟了, 二八十六了, 对吧, 终于成熟了, 另外的就是, 就是, 这时候女生呢, 她有生理周期, 会有血的流失, 你血流失了, 筋就不够, 筋不够, 那你脑髓里面的营养就不够, 你反应就慢, 有人说, 反应慢了, 上课都, 都, 困得不行了, 因为有活, 老师讲, 答了几点了, 啥时候下课, 对吧, 你还怎么接收, 接收那些知识呀, 对吧, 就已经听不进去了, 所以, 与其补课, 不如补血, 你把血补读了, 他理解力强, 上课听啥都能听明白, 对吧, 你血没补读, 你就听啥也听不明白, 那要养血, 用这个黄金和枸杞, 它是直接补什么呢, 它是固金的, 它是直接补金, 金多了, 你的血不是自然然就会多了, 对吧, 它都是固金的, 养金, 这个太厉害了,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牡丹和, 牡丹和啥类的还有一个, 它是什么的, 破瘀的, 就是你哪个地方不通, 它会专门会把这个地方去打通, 去把牡丹和, 和玫瑰是吧, 也牡丹和玫瑰, 主要是, 主要是牡丹有这个作用, 破瘀的作用, 就哪不通, 这个牡丹就有一种作用, 哪不通, 它就给你通了, 专门把那个瘀疾的地方给你打通, 你像很多, 很多女生生女周期, 痛经, 胃肠不通, 你身体太寒了, 干净, 整个下不来, 干血, 往下走, 堵住了, 下不来, 你就憋着黄, 胀着疼,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会, 会吃那个什么, 红糖, 姜, 姜汤水, 对吧, 哎呀, 舒服多了, 姜是热的, 然后红糖又往里走, 带着这个热黄的一走, 你把你干这个地方的, 这个气一通, 然后那个血往上一走, 你就舒服多了, 但有的寒的很严重的, 你也打不通, 它只能缓解, 但是, 好像还是难受, 对吧, 就是因为, 它不通, 而这个像这个牡丹, 它就是什么, 破瘀的, 哪个地方有瘀疾的地方, 它就给你打通, 让你整体的循环去变好, 所以你看这个, 红色的, 那你就在早餐, 加上这个红色的, 像经常这个气血不够的人, 蹲下起来眼睛就黑了, 你就吃一个月, 你就明显的感觉, 你的血变浮了, 甚至你的血压都会变高, 就是低血压的感觉, 低血压的伙伴, 你去一测, 这血压太低了, 低了就是一起来眼睛冒金星那种, 对吧, 蹲一会儿, 然后站起来, 就血就蹦不上去了, 走走路就要晕的那种感觉, 你就吃那个汗满脆, 它就非常好的改善, 而且血足了以后, 会改善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失眠, 对, 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失眠? 为什么失眠? 就是因为, 你的血被耗掉了, 像我们刚才说那个上火, 血被耗掉了, 血耗掉以后呢, 气变多了, 气多了以后呢, 他会怎么呢? 气,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你一躺, 今天我还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视频号, 一个视频号, 就讲, 为什么你坐着就困, 然后躺着呢, 就, 就醒了, 然后后来我, 我高中的班主任跟我说, 我看了一两个视频, 我发现我全中招累了, 我说老师, 你这个太辛苦了, 这个带学生消耗太大了, 他说是, 今年带高三这个班, 这个, 每天就感觉到特别累, 为什么你坐着很困, 这样的人一般都是, 本身气血就不够, 所以你坐在那的时候呢, 气血分布在四肢的时候, 你在你头上这些地方的血, 气和血就不太够了, 于是你就迷迷糊糊的, 就有点想困, 哎呀, 困了, 然后别人一看你困了, 你回床上睡吧, 然后卡, 你回去床上睡了, 完了一躺, 哎呀, 醒了, 咋不困了呢, 咋睡不着了呢, 为啥? 因为人饿, 就是你一躺下的时候, 握着, 人一握, 然后那血就回哪儿, 血会干脏, 所有的气血开始往干脏走, 你外边的气, 外边的血, 在外边分布的时候看不出来, 一回来的时候, 回到你的脏气, 发现一检查, 有些气没地方去了, 气是要融到血当中的, 就是阴和阳, 它要依附在一起, 气要融在血当中, 但是你的血被耗掉了, 这个气就要出来, 一般这个叫做虚火, 就虚火扰头, 这个气就飘出来了, 气一出来, 因为你一躺, 然后气跑出来了, 而且他, 这个气出来, 他也不去四肢, 因为你也不动, 你不干什么, 对吧, 他也没有地方去, 他就往你头上飘, 飘到头上, 再把血带出来, 因为气, 那血就出来, 他就会带着气血一出来, 你的大脑就开始活动, 就醒了, 刚才迷迷糊糊, 这哪一下就清醒了呢, 然后你就睡不着了, 这就是失眠, 那怎么办, 你加上血, 如果你的血充足了以后, 气不就有地方呆了吗, 他一有一地方呆, 他的睡眠就好了, 好像那个谁, 就是咱们团队那个, 没在, 刚才我还看到他了, 张敏, 好像一般我讲, 谁都不在, 谁都怪这些, 特别整是吧, 我就看了不在, 我才讲, 张敏不就是以前失眠, 用完汉门吹就好了,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雅娟他有一个, 他们家亲戚吧, 那个亲戚就是什么呢, 就是晚上睡不到觉, 然后呢, 他给他就吃看冷脆, 然后呢, 一天大概吃个四到六条, 反正六条来的嘛, 然后呢, 吃了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以后, 诶, 能睡早了, 能睡四个小时了, 以前一晚上都不睡, 能睡四个小时,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厉害吧, 你用什么退黑素, 你都不会有这个效果的, 而且退黑素会什么呢, 就会, 它会让你, 就是依赖, 而且呢, 头很疼, 很难受, 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你用这个呢, 它是根本上把那血咬足了, 你自然就会睡得好, 而是用汉本醉还是这样, 如果你本身气血不足的人, 一开始吃汉本醉特别困, 对, 对, 你说这咋回事, 我今天怎么这么困呢, 这么困, 因为他一进来, 就把你的精啊, 血啊, 开始往上补足, 他一足了以后, 你的血不就上来了吗, 上来了以后, 你本来浮在外边的气, 这下可以有地方穿回来了, 你外边就更不够了, 你就更困了, 以前白天还挺精神的, 怎么突然间, 我白天都这么困了呢, 因为你血上来了, 气不溶进去了, 但是你整体, 整体的量又不够,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本身, 气血的量不够, 全靠外边的气在外边, 扛着呢, 这时候血多了一点了, 气一下回来了, 外边就又不够了, 你就, 你就困了, 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 你的整体气血, 又往上一个提升一个阶段, 你就精神了, 你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困了, 好几个人跟我说, 哎呦, 我怎么吃完以后, 这么困呢, 这一段时间, 怎么困呢, 你的血上来了, 气有地方呆, 溶进去了, 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等你, 再吃一段时间, 哦, 然后, 它就会变好, 所以这叫红色早餐, 就是你在吃营养早餐的基础上, 每天早上来四包, 它们会红色的, 叫火炎, 红色的, 气血快速的去提升, 这个循环不就通了吗, 对吧, 不就没火了吗, 对吧, 它就会得到一个改善,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我们的肺, 我们的肺不太好, 就是你总是感觉到呼吸道不是特别好, 用什么呢, 白色早餐, 白色早餐, 就是你平时呢, 也多吃一些白颜色的食物, 另外呢, 咱们呢, 汉冷水里边那个, 就是清润系列, 但它没有用白的, 它用了绿色, 它绿色就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清润的, 它就是清凉的意思, 清润的, 因为我们呢, 肺特别怕什么, 怕燥, 它就怕上火, 所以怕燥, 它是一个胶, 就是一个, 叫什么, 胶脏, 就是它很, 胶气, 它是直接和我们外部去连着这样一个脏器, 就用这个, 那个绿色那个清润系列, 但是叫白色早餐, 对吧, 你就吃白色早餐, 嗯, 是谁的一个, 所以以前, 总是咳, 总是咳, 后来用完就, 是盐慧吧, 是你, 你爸是吧, 以前就是总是咳, 肺气肿, 慢煮肺, 吸肺, 对, 然后呢, 总是咳, 后来吃了它们最多糖之前, 四合, 是吧, 就不咳嗽的在保养, 吃的时候, 怎么个量, 八条, 人家就是已经有明显的就是诊断出来了, 这种疾病, 那就是一千八条, 如果你是保养, 四条就可以, 如果说你不是保养, 就八条, 你看, 都调整好, 它里边有什么呢, 里边有这个人参和百合, 人参和百合呢, 在商论, 就是商含论, 商含论当中呢, 它是制什么呢, 就是, 是咳红, 就是你咳, 常年酒咳, 咳的你都咳血了, 见血了知道吧, 叫咳红, 专门是这个的, 里边加了人参和百合, 然后呢, 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那种, 我有点记不住了, 反正就是, 好几个哈, 有, 有茯苓, 茯苓是去湿的, 它把湿去掉, 因为一般肺有问题啊, 一般肺有问题呢, 它的身体也容易有湿, 有湿就会带来我们的肺, 下面有一层横隔膜当中呢, 就有一层水气, 它会阻碍着你, 让你特别容易渴, 你要去湿把它去掉, 茯苓是可以去湿的, 茯苓, 然后还有什么呢, 好像还有两个也要吧, 罗汉狗, 你看这都是什么呢, 入肺论肺的嘛,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灵脂, 啊, 梨脂, 我说我记得没有灵脂啊, 对吧, 梨脂啊, 吃的那个梨, 白色的梨, 所以你看, 它虽然包装是啥, 绿色的, 其实它里面, 它用的百合呀, 梨呀, 都是啥, 白色, 所以叫白色早餐, 对吧, 你在早餐额外, 吃上这个, 因为早上是人一片营养吸收, 韵化最好的时候, 你就集中把早餐去吃好, 白色早餐, 如果你是肾脏出问题, 吃啥? 黑色早餐, 对吧, 这是什么, 黑色早餐, 现在马上公司要上这一个宝园系列, 应该就快了, 就是专门去养, 养这个肾的, 养肾的, 养肾的, 对吧, 养心的, 养肺的, 养肾的, 对不对, 全部都有了, 然后呢, 还有养脾胃的是宝围系列, 对吧, 黄色的, 叫, 黄色早餐, 它用的是张忠领的小建筒汤, 里面用了这个, 这个大枣, 还有这个, 大枣和, 有什么来着, 大枣和, 和人, 人生, 啊, 生姜, 对对,生姜, 生姜和大枣, 里面用, 它是取自小建筒汤里面, 生姜大枣温中里寒的, 就有的人就是胃寒, 对吧, 就是特别寒, 怎么办呢, 就是你的脾胃特别寒, 就用什么, 生姜和大枣, 它就刚好在这个位置, 张忠领的方济当中, 70%里面都有生姜大枣, 为啥, 你调上得把中间搞定啊, 脾胃得好, 您说, 我胃也不好, 那我自己做, 哈哈哈哈哈哈, 武色挑餐哦, 对吧, 对, 应该是, 我心里, 我的肆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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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起来, 像这种, 像这种状态, 你要从哪儿去挑肝肾脂, 要从肝肾脂, 你的所有的状态, 都是跟肝肾脂有关系的, 我帮你具体分析一下, 以你为案例, 来你说一下, 具体, 具体的状态, 心脏是怎么回事儿, 啊, 举例啊, 分析一下你的案例,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帮你分析一下, 一般他们都是联系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肾阳, 肾的阳气生不上来, 但很寒, 就会带来什么呢, 肝的气不够, 肝气生不上来, 然后脾呢, 脾也是叫脾湿, 就是土湿水寒, 就会带来木的生发不好, 我们身体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这个结构导致的, 就是水寒土湿, 带来了你木的生发不好, 然后表现出来是因为肝脏, 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本质上其实是肾和脾, 比如肝脏出现问题, 会带来什么呢, 木科土, 你就会胃疼, 你要有人压力大, 为啥胃疼? 就是因为木科土, 因为你压力大, 伤了肝, 肝的气反过来, 就会抑制你的胃的气, 然后你就会胃疼, 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讲, 一个人压力大之后, 会把你的胃粘膜分解, 调走来去对抗压力, 就突然未退痒了, 但其实就是什么呢, 木科土, 表面上好像是胃出问题, 其实是肝脏, 它在克制它, 而且呢, 包括刚才说的痛经, 这个现场, 是啥呢? 你为什么是小肚子这块疼呢? 对吧, 为什么小腹这块疼呢? 因为小腹是脾带管,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生菌, 就可以看成是脾的一部分, 它就在肠道里, 小腹是有脾带管, 脾带管, 那你当水寒吐士之后, 木的这条经络, 它这个气往上升发, 往上走的这种气呢, 它就受到抑制了, 它受到抑制以后, 它会克谁呢? 它就会克脾, 肝就会克脾, 胆就会克胃, 它们是相互的, 肝会克脾, 胆会克胃, 它就会带来你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不通了, 它就不通畅了, 那你不通畅以后呢, 就会通停, 那表面上是因为肝脏引起的吧, 实际上还是吃和寒, 着重调吃和寒, 着重去调吃和寒。 所以, 其实在这些营养素当中, 都建议大家额外, 你要调整身体的时候, 额外加两个哈, 第一个, 益生菌, 迅速提升你痞的力量, 有时候为什么看了很多中医, 但是你的痞就始终好不了, 因为你的益生菌没增加, 它只在调气, 就是在调气血的平衡, 但是没有调营养平衡, 你的痞的实际力量没有提升上来, 益生菌就可以碳成这痞的一部分, 调了气, 把它温暖起来了, 但是呢, 就像你那个水里边已经没有鱼了, 一开始水不好, 但是没有鱼, 后来你把水变好了, 可是如果里面没有鱼苗, 它会有鱼吗? 不会, 你调好了以后, 你把鱼放里边, 它慢慢慢慢鱼就变多了, 这个一样的, 我们的肾脏本来寒, 然后带来你痞, 带来你痞, 带来比较失寒, 然后呢, 有益菌很少, 都是有害菌, 然后你的便就不成形, 然后运化也不好, 吸收也不好, 我们去调气, 慢慢把它热起来了, 但热起来以后, 里面不加一身菌, 它还是不存活, 你的肠道, 痞的力量, 运化能力还是特别弱, 痞去运化, 其实很大的作用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一身菌, 菌群在我们体内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 你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周老师, 他就是什么? 他用了一身菌以后, 从之前这样的西变, 变成了这种很有型的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啥? 因为他吃益生菌以后, 脾力量加强了, 要什么呢? 就是你身体问题很多, 就是什么呢? 调脾, 然后调肾, 要加上肉从容, 所以一般呢, 你要吃什么早餐呢? 黄色的和黑色的, 就是那种的, 养肾就是肉从容, 包括以后的保原系列上来看, 它是取自咱们的汉房中哪一个, 但是呢, 起码肉从容养肾, 然后呢, 一身菌, 就这两个会调整你的体质, 但是你额外再搭配这些, 你像这个汉本水红色的, 就养气血就非常快, 养气血特别快, 这样整个综合, 五色早餐, 你把早餐去吃好, 用五种颜色去调你的体质,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 我营养早餐我也吃的, 但是好多现象还是没有改善, 因为它, 你像早餐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平性的, 它是在给你增加营养, 去修复, 去增加气血, 而调体质, 其实有时候是要用什么呢? 要用这种带有性质的东西, 就是这种五种颜色的汉本脆, 汉本脆, 就是, 汉本脆是什么呢? 汉本脆是咱们国家十三五这个, 十三五规划当中科技部, 这个中医现代化, 和纽粹来去合作的, 要共同, 因为我们中药现在不能走向全球, 就是有什么问题呢? 它不是定性的, 我们都是, 过去都是啥呢? 都是讲的经过水火土, 都是讲的气, 对吧? 你这跟外国人能讲吗? 就一个上午, 你都讲不明白, 你去国外你喝热水, 他绝对很习惯, 这么热的天, 他为什么要喝热水? 你们见过喝热的芒果汁呢? 我们以前, 对吧? 我们去菲律宾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 然后呢, 我们一到那都喜欢喝, 因为那地方产芒果, 芒果汁啊, 对吧? 冰的, 马上一喝特别的爽, 然后, 虽然你知道它伤痞, 但是有的时候忍不住, 是吧? 就是美食, 你有时候还要感受一下, 但是你发的形成常态, 你每天芒果汁就不好了, 每天都是冰的, 形成习惯的, 你对身体伤害就很大。 当然, 有一个人说, 我要热的, 那个人就懵懵懵懵, 他说, 怎么做热的呢? 这都是加冰的, 你热的芒果汁怎么做, 他不会, 他说, 芒果弄出来, 加点热水, 就是热的芒果汁, 对吧? 他说, 他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喝热的东西, 就跟他没有办法交流, 自然就走不向世界, 对吧? 所以, 而纽特兰的, 它本身源自于中医, 而且它已经有86年的历史, 它在萃取定性临床实验, 非常丰富的经验, 就像很多人说, 哎, 那纽特兰的营养食品和别的有啥区别,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它有数据支撑的, 它后边都是有临床实验的, 你吃完吃有什么样的效果, 它是做过临床实验的, 它不叫概念性添加, 什么叫概念性添加, 我们比如说, gaba-n-基酸, 它可以去让我们的α波去变多, 就让你身经很舒缓, 你会有深度睡眠等等这一系列好处, 然后呢, 它就, 概念性添加是啥呢? 我这里边还有什么呢? 额外添加gaba-n-基酸, gaba-n-基酸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作用? 他说的是gaba-n-基酸有什么作用, 不是说它的产品有什么作用,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它放进去放多少, 实际有没有效果, 它的活性怎么样, 对吧? 你没有强大的数据去支撑, 就是没有检验的, 叫概念性添加, 扭车来全部都是有什么的, 全部都是有详细的临床实验的, 每个背后都有实验, 它用完以后, 它提升了多少, 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 今天是没放PPT, 因为说放PPT, 现在的效果不太好, 你放这个PPT都有实验, 说你用完汗脆以后, 你当这个黑色素减低了多少, 你去吃你就真的会变白, 它都有实验, 后来做支撑, 所以因为纽托莱这样强大的科研, 国家就会和纽托莱去合作, 推向于中医的现代化, 叫汉本粹, 第一个汉是什么呢? 就是汉方, 就是古金方, 遵从于我们古代的方, 有些方后来就变了, 叫做变成十方了, 你看在这个, 就是元朝的时候啊, 元朝的时候有, 就是经朝元朝大概这个时候有四个, 就四个这个, 这个中医的派别, 有什么火神派, 还有什么派啊, 总共有那么四个的派别, 就是他们在当时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权威, 就是用他的方机就特别好使, 特别好使, 那天我又看了一个文章, 他说, 为什么会出现那个特定时期, 他们那个, 比如说这个火神派, 就是不管啥, 我就是调火, 就是让你, 让你, 让你这个洋便足, 他就效果特别好, 另外一个就是, 他就是专门调脾味的, 就是脾味论, 不管啥就是脾味, 我就调脾味,脾味就能好, 然后每个时期呢, 都会特定他的方机就特别好使, 是说什么呢, 是跟这个, 我们这个五云六气, 就是咱们的天干地支嘛, 60年一个轮回, 他说都在那个时期的时候, 整个星象, 就决定了火特别旺, 那他用这个方机, 就是符合那个大时代的, 就像咱们现在的疫情, 为什么,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暖冬, 带来的每个人体内有内热, 所以呢, 在赶上了病毒的变异, 所以就会大面积的传染, 叫东部长津, 春鼻病闻, 那东部长津呢, 有时候是个人细微, 所以只是你个人生病, 但是是天不藏进啊, 暖冬, 本来天应该很冷, 阳气都回到内部的, 但是呢, 暖冬, 你们还记得前年冬天很老过, 对吧, 暖冬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的精都藏得不住, 所以都有内热, 都有虚火, 有内热有虚火的时候, 你毛孔是打开的, 就特别容易传染这种, 流行性疾病, 再感受它变异了, 就是众多元综合在一起, 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呢, 然后那边文章就是说, 因为特定的时期, 所以他特定用那个方进, 就都很好, 因为人普遍的体质是那样的, 离用, 好使, 就形成了各种文派, 但是说, 要说在中医当中呢, 最经典的还是伤寒论, 还是伤寒论, 所以呢, 他是尊重于什么呢, 汉方, 汉方里面去提取这些方, 第二个的脆是什么呢, 就是草本素原, 就是中药现在有问题的就是啥呢, 方这是好方的, 要才不行的, 都是在, 在药材场去收购的, 大部分大面积的种植出来的, 那些种植出来的, 就已经和野生的作用不一样了, 而纽特兰它是什么呢, 它全部都是溯源的, 而且, 它是做出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 在研究这个九大仙草, 我们现在咱们的那个面膜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那个金采舌虎, 金采舌虎被称为什么呢, 千年润, 就是这个药材你就晒不干, 一般人要把药材晒干了, 磨成粉去保存, 对吧, 他就晒不干, 叫千年润, 怎么在都是湿的, 所以它保湿效果特别好, 那怎么能够去大面积种植呢, 你会发现, 你把那个金采舌虎拿回来, 你在田里种, 没那效果了, 就失效了, 所以现在中药它下降就是失效了, 没有那种效果, 后来呢, 纽特兰就去研究, 叫什么呢, 中药的, 中药的野生驯化, 把它你是人工种植的, 但它是像野生一样, 野生驯化, 去这样去培育出来, 让它, 你大面积种植出来, 还是依然有效果, 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推向世界, 而且它还做什么呢, 就是这种实验的定性, 比如眼睛是清干明目的, 但是你在营养上就不能这么标, 清干明目, 别人不懂, 啥叫清干? 什么叫明目? 不明白, 你只能叫缓解是疲劳, 那这个和国际上如何去接轨? 它是要有数据做支撑, 未来才能走向世界的, 而纽特兰, 像咱们国家的科技过程, 就和纽特兰去合作, 共同来去做这些研究, 在研究的同时, 纽特兰顺应时势的就推出了汉本萃, 萃就是萃取精华, 这个纽特兰在这就更顶尖级的了, 而且纽特兰很多那种实验的仪器, 让它能够去对于这种重金属啊, 这些的检测, 比如有个最牛的仪器叫做, 共饿, 叫, 不是共饿呀,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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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什么, 藕合离, 电什么机器啊, 就那个机器, 我就讲它, 我都牛啊, 它核心不变的温度是太阳, 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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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太阳是多少度啊, 雪大哥, 太阳表面的温度是多少啊, 反正它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 就这个核心物件, 你把你的检验产品一放进去, 它就瞬间把它燃子气化, 气化到非常小的那种, 那么小以后呢, 去检验里边的重金属, 就全部打散, 检验里边的重金属, 精度非常高, 这个机器是要在国家商务部去报备的, 也要在美国去报备,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研究原子弹, 所以呢, 它就要去报备, 6000多是吧, 太阳表面温度6000多, 它就6000多多, 比太阳表面温度还要高, 然后原子气, 这是平坚的一气, 然后电阶上能萃取, 再到它的有机重结, 另外一个项目, 除了中考要求,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有机重结, 有人说, 哎呀, 那东西转机, 那天我发了一个什么, 就是奥运金, 那个那个那个, 跳水的那个, 还不是, 还是谁了, 反正就是获得冠军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不是郭京京, 就是这一次奥运会, 获得冠军了, 第23个金牌, 然后呢, 说他得冠军了, 然后呢, 后边他不再那个讲, 他又扭吹来嘛, 对吧, 又扭吹来一个故事, 然后呢, 下面就有人评论了, 说, 美国转基因玉米做的, 这个蛋白粉里面有玉米吗? 没有, 没什么东西, 他来个转基因玉米做的, 人家是大豆分离蛋白, 再加上小麦蛋白, 再加上卵牛蛋白, 就没玉米, 这一回事, 他来个大豆, 什么什么什么, 转基因做的, 我说, 你要相信国家体育总局, 对吧, 他对营养木层食品的审核, 是普通食品的300倍, 而且, 你看, 国家和纽川做什么项目, 是有机种植, 他还来个转基因, 是吧, 国家疯了, 对吧, 研究有机种植, 专门找生产转基因的企业去合作, 其实国家科技部, 本身和外企合作就是很敏感的, 几乎其他的项目, 都没有和外企合作, 唯独这个项目, 后来和纽川来去合作, 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当中, 经验太丰富了, 大家相互去促进, 这个工作站就在无锡植物研发中心, 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参观, 参观一下植物研发中心, 你去那里面看看那个科技衡量, 就那个金采石虎, 他就要长在悬崖峭壁上, 要那个烟雾聊了, 怎么样去那样去长, 对吧, 他就可以完全模拟这种生活, 就是他的生存环境, 你的光照, 你的温度, 湿度, 所有, 对吧, 那上面那个玻璃都是可以动的, 就是那种, 一动那种光都不一样, 大家去那个咱们那个上海的体验馆, 是不是种的那个小苗, 对吧, 那些苗就是啥呢, 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告诉我们植物研发中心, 不同的苗是用不同的光谱在照射的, 他要看不同的光谱照射, 这个植物它里边的营养素的含量的区别, 已经严重到这个范畴, 然后做成被你吃了, 对吧, 这不就是汲取的精华吗, 叫汉本萃, 对吧, 所以他结合了我们中医养生的智慧, 再加上现代的萃取的这种技术, 然后像每个汉本萃里面, 其实也额外增加了这种现代的营养的研究, 比如哪些营养物质, 又有什么作用呢, 然后呢, 把它添加进去, 比如说保卫的里边, 它会放的那个, 那个那个小, 盐藻多糖和小麦, 低聚态, 放的这两个, 这两个是什么, 就是修复你的胃粘膜的, 一般我们都会吃胃药, 它是什么呢, 一种原理就是用碱去中和这个酸, 你的酸不就不腐蚀你的胃了吗, 你不疼啊, 要不就是什么呢, 抑制你的胃酸的分泌, 你胃酸不分泌呢, 消化不就会变差吗, 而且你一不抑制它, 它就又疼了, 还有人说我躺的不疼, 这么疼那么疼, 那就是跟你溃养面有关系, 你躺的这样刚好没碰到它, 你一翻身它碰到它了, 然后你就开始疼了, 所以一不吃饭就疼了, 那胃酸浓度高了一定程度的, 又开始腐蚀你了, 而你最根本是要把它去修复上来, 用什么可以去修复呢, 低聚, 小麦低聚态和盐藻多糖, 它就会在红枣和生姜当中, 额外有加的这个, 所以你用完以后, 它都有临床数据了, 用完以后你的腹脏, 然后那胃疼, 然后这种减缓的数据全部都有, 是找到了102个这种有胃部问题的人的这样一个去, 患者,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实验, 前面还有小白鼠做的一个实验, 就是把这个单独给它喂养盐藻多糖, 单独喂小麦低聚态, 还有一个撒海狐胃, 然后呢, 就给这个小白鼠灌白酒, 让它喝酒, 因为酒精会直接伤害你的胃黏黄, 就给它酒精摄入, 发现用那个盐藻多糖, 加小麦低聚态的, 它的胃, 没事, 保护住了90%, 在这种实验之下, 你再用这个汉本脆, 所以五色早餐, 你用这个营养早餐达到我们营养的平衡, 再用五色达到了气血的平衡, 调气血, 因为它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材来去调我们气血, 非常好的药材, 现在你有时候你有些药, 你吃的就是没有效果就是什么, 药材药性不行, 这个汉本脆严格去把闻, 你吃了, 它就是有效果, 那个就是那个, 气血低的, 你就试一下这个汉本脆薄眼系列, 红色的, 那血输在上面, 血压都会变高, 但你高压, 本来你就高, 就是有人说那个高血压怎么办, 你高血压是另外一回事, 它不会让你高血压, 它让你整体气血变足了, 所以你过去没那么多血, 心脏一蹦出去, 没东西, 你给血管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你血压就很低了, 你气血足了以后, 它是让你气血变足的, 不是说增加你血压的, 明白这个原理, 因果关系, 是血足了血压升上来的, 针对低血压的人, 它会去调节, 好吧, 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五色早餐, 我们调三样, 第一个调心, 对吧, 心态要好, 多来这儿交朋友, 是吧, 多学几学习, 第二个是什么呢, 调什么呢, 调我们的气血阴阳, 调气血, 气血平衡, 用五种颜色去调, 那最后一个呢, 是调什么呢, 营养要平衡, 这个营养就非常均衡的, 蛋白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矿物质, 脂肪, 纤维素全部都有了, 这个早餐吃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护, 希望大家把这个五色早餐去吃好, 吃好五色早餐, 你自己吃好了, 你就健康了, 分享给12个人, 你就免费了, 你自己吃好了, 讲讲你的故事, 如果有12个人也愿意尝试, 他们用了以后, 你就免费了, 如果你能帮助的12个人免费, 你就海外留了, 就知道吗, 他是消费者还是消费商, 除了我们自己消费以外, 我们, 你同时你还可以去经营他, 搭上了大健康产业这个班车, 多好呀, 还不用投资70块钱, 你就拿到代理权了, 你不想代理, 你就自己用, 你还能参加各种活动, 你还便宜, 对吧, 如果你顺便, 你自己用好了, 跟别人讲讲你的故事, 分享出去了, 别人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不接受, 你又不像你存了几万块钱, 几十万的货在家里, 对吧, 你也不用进货, 也不用发货, 别人想要想把你的电发给他, 他自己一下单, 京东直接就送货了, 物流是委托京东去做的, 海外购的产品, 委托顺风去做的, 这些都不用你去操心, 对吧, 然后他一发, 人家一下单, 诶, 你那就佣金到账多少, 然后你分享给十二个人, 你就免费了, 你帮助的十二个人, 他也免费了, 你就喊他留了, 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是不是特别好, 搭上大健康这个程度。 是的, 把我今sting讲的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今天也很生气啊, 你们促的, detective表姐比较对比较好, 今天生气, 大家再次热好的奖生, 感谢我的天侦, 今天要对伊 Jacobs给他安排 Lenaude, 让今天所有的延坎华就是一部电影, 是一部连续剧, 那明天呢 哇明天真的是 今天是讲营养啊